好,下面我们继续来一起观修 这个修十种事业之次第 那么前面前行也是 归义和八菩提心 刚才我们修三十余佳已经念了 然后正行的话 就是依靠对上师的观修 在这个基础上 修习正怀修的十种事业 首先的话 我们一起来修一次三十余佳 根据第五十三修法的内容 大家随文入观 我边念 边跟着我一起观修 那么修法的时候 首先将一切法 观为空性 这个七四界 然后友情身心 一切都变为空性 然后呢 在空性当中 这个虚空这里观想 有莲花 莲花上面有日轮月轮 在日月作戀上 根本上是以人的形象 或者本尊的形象端着 假如你对上师有正佛般的信心 直接观 法人为宝 或者是观三十人波切 那么假如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就观察莲花上大师的形象呢 或者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都可以 就本尊的形象端着 周围呢 有众多的复法空行所围绕 这是观想的善识是 这个誓言尊者 然后迎请智慧尊者 根本上师 传承上师 复法空行等等 从轻轻的岔土里面迎请 融入到前面所观修的根本上师 这个就是智慧尊者 加词 融入 誓言尊者 然后融入了以后 在善识念前 顶礼 供养 忏悔 祈祷 之后念三遍 这个就是韩式了 这个棋子共 恭敬 顶礼 诸善师 本尊 以及空行众 供养 内外 逆共品 忏悔 根本 知分罪 其次 灌顶 与加持 身世 作为 众道师 恭敬 顶礼 诸善师 本尊 以及空行众 供养 内外 逆共品 忏悔 根本 知分罪 其次 灌顶 与加持 身世 作为 众道师 恭敬 顶礼 诸善师 本尊 以及空行众 供养 内外 逆共品 忏悔 根本 知分罪 其次 灌顶 与加持 身世 作为众道师 念完了以后 这个 在观想 上师的身体 各个部分 按下 纲目 充满了 自己的身体 进出 一切的 病魔 坠障 升起 大乐的智慧 这样观想之后 稍微 注定 便可 那么修了 三四余 家 接着 我们就要 在这个基础上 修 习真怀 主 首先修 习念 观想 气晴世界 的一切 都是白色 发出 白光 彼此 熄念 定魔 坠障 那么念 咒语的时候 先念 上师的 心咒 然后再 念 某某 定魔 或者 某某鬼神 一般 没有具体的 就直接 念 上师的 心咒 后面 加 大家一起 来念 再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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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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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般 一般 在 心 一般 二般 在 一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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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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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